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前来出席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韩国总统李明博日本首相揪山游继夫 胡锦涛积极评价中韩关系中日关系 他说当前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韩正在积极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 中日正在着力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愿与韩方日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相互达成的有关共识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健康稳定发展 胡锦涛祝贺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成功 他说中日韩三国要把握历史机遇发扬三国合作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尊重和照顾彼此重大利益关切 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不懈努力 要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 共同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和各种全球性挑战 努力开创东亚地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新局面 李明博表示 在三国共同努力下 十年来三国合作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果 在世界经济衰退形势下 中国经济起稳回升 为日韩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对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给予高度评价 表示中方为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重启六方会谈做出重要贡献 韩方对此表示赞赏 纠山游记夫表示 日本政府愿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同中方密切合作 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发展 他对这次峰会成功举行 以及三国合作取得的重要进展表示满意 希望中日韩三国相互尊重 取长补短 推动三方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国务委员戴炳国等会见时在座